阿嬤很溫暖 阿嬤來打開很多間 這間阿嬤三萬 這裡也不錯 這裡也不錯齁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今天我們來到在宜蘭礁溪這邊 一間位置非常好的麒麟飯店喔 那他這邊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就在礁溪最熱鬧的這條街上 那這支影片有個特別的點 就是我們今天帶著我們的媽媽一起來 嗨 這支影片呢 我們除了會在這間飯店住一個晚上之外 我們還會去一間在礁溪新開幕沒有多久的夜景餐廳喔 好啦那我們就一起進去看看吧 他這間麒麟飯店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每次我們來到礁溪啊 不管是要找停車位啊 或者是要買旁邊的奶凍捲啊 都一直會經過這間麒麟飯店 然後我就會在幻想說 要是我們如果說住在這一間那個飯店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下樓 就可以不用找停車位 就可以直接買旁邊的東西 就可以穿著拖鞋去逛那個礁溪的街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房間 因為我們訂的是四人房 所以他有兩張大的雙人床 欸 有浴袍 有四件浴袍 等一下我們來穿這個 然後他這裡還有附四雙拖鞋 他這個拖鞋很好耶 還可以走到街上的耶 他這個是可以重複穿的 不是丟氣室的喔 我等一下就要穿這個上街去逛逛 冰箱在這裡 看一下冰箱 欸 冰箱有兩罐可樂跟兩罐運動飲料 他附運動飲料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就是泡溫泉之後可以喝的耶 嗯 泡完溫泉喝運動飲料很好 補充電解質 他這裡還有一個熱水爐 看一下他的背皮 就是一些基本的牙刷牙膏 浴帽 刮骨刀這樣子 還有乳液 洗髮乳 潤髮乳 潤膚乳 還有一些茶類的可以泡 他如果是四人房的話會配四瓶水 但是我們剛才拿走兩瓶 所以現在剩了兩瓶耶 來看一下他們的浴室 浴室他這裡就有溫泉可以泡耶 對啊 你就可以邊泡溫泉邊看view 對啊 這個景還不錯 他這個馬桶也是用免治馬桶耶 可以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很獨立完整的淋浴空間 跟你泡澡的地方是乾濕分離的 你這個泡完澡之後 你就可以來這邊沖一沖 放水 看完房間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這邊的健身房 有簡單的幾個設施 沒有了 但我覺得來住這邊的人應該都會選擇去外面散步當運動吧 對 還有泡溫泉 沒錯 在健身房樓下是三樓 他這邊就是個游泳池的區域 那裡面有jaccuzzi那種泡溫泉的地方 嗨 你要游泳嗎 不要好冷 我要去裡面泡 泡裡面的jaccuzzi吧 他這邊游泳池裡面呢 就是熱池的區域 然後這邊啊 有男生跟女生換衣服的地方 他這邊熱池的區域啊 就是有不同溫度的池 像我媽跟阿嬤在那邊 然後那邊啊 就有那個可以沖背啊 還可以躺在那邊有泡泡跑出來的那種池 我們現在要去泡這個熱池 要記得戴泳帽喔 然後他這邊也有可以借 他這邊啊可以借泳帽 但是你用完之後要在這邊先脫水之後再還他們 Merry 你好像光頭喔 嘿 你怎麼這樣子 嗨 阿嬤 嗨 嗨 阿嬤最喜歡泡溫泉了 所以我們家只要有想到泡溫泉的行程 一定會想到阿嬤 我發現我們絕對是沒有辦法 以封面照取勝的youtuber 我們還在泳帽 那是怎樣 大家都這樣長髮時間 然後我們就這樣煮光頭 Merry 嗨 這真可愛 晚餐呢我們要來礁溪這邊 距離礁溪市區開車沒有多久 大概15分鐘的空A農場吃晚餐 那如果要來這裡 要先把車子停在空A農場的停車場 再來這裡搭接駁車 他這邊的停車場啊 位置雖然蠻多的 但是因為他這邊非常熱門 所以來到這邊停的車子非常多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幾台車呢 他們都沒有停在線裡面 停在線上面 所以建議大家以後來的時候 盡量可以把車子停在格子的中間 讓來到這邊的每一個人呢 可以更好地停車 來到這裡啊 你一進門就會覺得超美的 而且重點呢 就是後面 有一排超美的夜景 好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真的 剛剛那個山路就是烏騎馬黑 然後一進來這個門 就變成這樣 對 就變成超美的 而且他這邊很厲害 他這邊做了一顆 很像聖誕樹的東西 很美 超美的 大家可以在聖誕樹下面拍照 超級美的 讓大家看一下這邊的夜景 他這裡的主餐啊 有披薩啊 千層麵 然後小點還有一些雞翅啊 還有各式各樣的飲品這樣 然後每個人低消300 還有這裡很特別的是 他可以在用餐兩個小時之間 可以換一次座位 為什麼這裡要讓人家換一次座位啊 因為有些人的view比較好 所以他們可能想要換到view 比較好的地方啊 就是像是夜景的搖滾區啊 對不對 你看這邊夜景第一排位置超棒的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一整面一覽無遺 真的是一覽無遺的夜景 超級美 我們去看一下他們的窯烤 好像很厲害的窯烤 剛披薩就在這邊現乾餅皮 然後就在那邊現做給你看 做完之後呢 就會直接在這裡窯烤 把披薩烤好 你看這個窯烤好可愛喔 對啊 還是黃色的 我們點了一個炒雞翅 然後一個野豬義大利千層麵 還有一個瑪格麗特披薩 我的媽媽她是吃素食 而且又非常愛吃披薩 我記得以前跟我媽出國的時候 我媽都會因為吃素的關係 比較沒有一些餐廳可以吃 所以我在做交際功課的時候 一看到這一間餐廳 又可以做披薩 我媽愛吃的披薩 又可以做人素食 我就決定一定要帶我媽來 欸 你看這個青橙麵 還用這個橘色的婉妝欸 很可愛吧 小英燙欸 你看你在這邊用餐 坐在這邊 你就可以配了這樣子的夜窮 超美 但是會看到非常多網美來這邊拍照 接一下他們的姿勢 拍照姿勢 我們現在要去交際的街上逛逛啦 去看有沒有宵夜可以吃 她這間飯店的位置真的超好的 那間很有名的宜蘭滷味 就在正對面而已 我們每次來都會去吃的那間 就在後面 對阿 然後路邊有奶東西在過面 每次來都交際阿 都最喜歡晚上阿 吃飽之後 然後在這個交際的大街上面逛逛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去旁邊那邊泡腳 你來跟大家說說看 從我們住的地方 從我們住的地方走到這個溫泉公園 要多久的時間 就是過一個馬路就在對面 你看我們的飯店那邊 沒錯 就在那裡阿 從我們飯店旁邊的巷子走進來阿 這邊 一走出來就可以看到 這間超有名的路邊餐車探考 然後你剛才講的那間鹹酥雞 就在那邊前面 哦 那我們就去那邊買鹹酥雞吧 嗯 也是超好吃的那間 Berry是不是很香阿 超香的 中秋節就來這裡吃了 你看旁邊超多人在等耶 對啊 哇真的耶 超多人在這邊等 每次來買這間都要等超久 在交際這邊 很有名的正常小籠包 就在這邊 美食櫃 嗯 很有名喔這間 欸你看在這裡也看得到我們的飯店耶 以前都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根本就是圍繞著我們飯店這樣走一圈 非常好逛 好方便喔 我們剛才講了很久的鹹酥雞店就是這間 這間就是你姐超愛 每次從英國回來都一定要吃這間 他們甜不辣就真的是炸的膨膨的非常好吃 很胖 逛完接合我們來參觀他們頂樓的露天風呂 今天這邊是男湯這邊是女湯 然後他每天都會換不一樣的邊 這樣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他這邊頂樓的泡湯區阿 就是有這兩個戶外的池 然後你泡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看夜景 哇塞你看看這裡夜景也很厲害耶 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店的早餐阿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所以取餐的時候 要戴口罩喔 他這邊吃早餐就是在飯店的一樓 然後你進來之後呢 吃早餐的地方有這一樓的區域 這邊二樓上去也是個可以吃早餐的地方 那我們去取餐吧 他這邊早餐其實跟大部分的飯店一樣 都一定會有這些水果阿 沙拉吧這樣子 啊還有蠻多熱食的 看看他們的熱食怎麼樣 有一些湯阿 粥阿 然後還有配的東西 一些食材阿 剛剛在夾菜的時候發現了 比較酷的東西 就是這個金棗雞肉捲 還有金棗鴨賞 還有鴨賞 還有鴨賞清蒸魚 金棗是以來道地的食材 所以他就想這樣子解釋他們的熱食來做成這一道菜 嗯 他這個跟金棗搭配阿 做涼拌的方式 比較不會提前提前的感覺 平常在做這個蒸魚阿 通常都是用那種素質的方式一起下去蒸 那他們這個做的方法阿 就是用鴨賞 然後搭配這個鴨 一起下去蒸 這樣吃起來呢味道又更不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Melody最喜歡的早餐組合 喜瑞兒 麵包 咖啡 這樣就可以搞定早餐的人 還要用不得家這個 奶油加頭鹹 這樣子 好詭異的家法 在我們離開飯店之前 我們來旁邊買個 買洞捲跟伴手禮 這間易順軒阿 人真的是超多 每一次來每一次人多 重點就是這邊了 他們這邊有滿滿的試吃 一堆的試吃讓你試吃 隨便試吃 然後每一個試吃的人 都一定會忍不住又要買東西 我要去試吃那個奶凍捲 不只試吃 他那邊還有飲料可以喝 因為我拿了好多的麵包阿 我要去拿奶凍捲 這邊真的好方便喔 對啊 超方便的 都不用被停下來 真的都不用擔心 我們這樣停在路邊 然後會不會怎樣 我只是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冰箱 可以再去逛 對啊 很不錯 謝謝你 Check out後呢 我們來吃這間大造雞 摁搖雞 那相信來過以來的大家一定都知道 在郊西這邊有一條很長的摁搖雞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間摁搖雞 那這間大造雞 摁搖雞呢 是我阿嬤她特別喜歡吃的一間 她來到這邊 她就會指名說要吃這間 這間是阿嬤用了85年的嘴巴 所挑出來的一間喔 然後你看她就在後面這邊烤欸 好香喔 所以她們正在烤的雞 哇超熱的 這邊可以感覺到很熱 好多煙了喔 然後你看那個雞油在這邊滴欸 我上次來的時候 她還有包一包一包的雞油 可以讓你帶回家 那個雞油外帶拌飯 或者是炒麵都超級好吃 對 那個阿嬤也很喜歡 先給妳看看她們的菜單 她們這邊有非常多種 除了烤雞以外的菜色可以選擇 這個白飯呢 內用是免費的 然後外帶要一碗十塊 這個菜單上面都有很多的讚 如果第一次來的時候 不知道要點什麼 就照著它的讚點就對了 烤雞來了 我要用這個 喔好啊 妳還用吧 妳會用嗎 可以啊 很大欸 我用好了啦 妳要用嗎 給我用給我用 阿嬤這雞油給妳 雞油阿嬤吃比較多 阿嬤最喜歡吃雞油跟雞油 我們點了一個翁油雞 還有幾樣青菜跟凍食客 然後它這邊的青菜是阿嬤特別說 這邊炒的比較不會那麼油 那麼鹹 他們的招牌喔 三豬蟲 炒蛋吃的招牌 它這雞肉烤的很好吃耶 它雖然是雞胸 但你吃起來不會很慘 然後配上它那個烤的雞皮 超對味的 那我剛剛用的這個蚵仔超大顆 阿嬤 你覺得這間飯店怎麼樣 大顆 我們大顆 那不錯 阿哥 他的衣服 他設朋友 阿嬤很滿意 阿嬤來打開很多間 這間阿嬤很滿意 這間也不錯 這間也不錯 這間也不錯齁 好啦 我們這一次呢 來到郊七 住了這間麒麟飯店 我覺得總體來說 雖然它的硬體 沒有像其他周圍的新飯店那麼好 但是房間裡面的溫泉 還有它是jacuzzi那種 那個大眾泡溫泉的地方 那個地方很棒 而且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它的地點非常好 你要去哪裡都非常方便 我覺得它地點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你可以把空間 你在聽下去 可以看到 左邊跟左邊跟左邊 跟左邊溫泉進去 然後它的家庭裡面 能夠很棒 跟鞭湯阿 小朋友跟他們吃飯 都玩到不利 要吃 除了住的跟地點以外呢 他們的總量味道 他們選擇還蠻多 而且他們還會融入了 宜蘭當地的食材 去做一些特色的餐飲 這樣 那我們看我們這支影片 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喔 掰掰 記得訂閱囉 我們 indoors 記得按鈔 記得按鈔 輕人 按鈔 記得按鈔 加鈔 -